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,与转向角传感器SES模块的通信丢失。 这意味着什么?这是适用于大多数车辆品牌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 该代码表示车辆上的多轴加速度传感器MAS模块和其他控制模块为相互通信。 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。 没有此CAN总线,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,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,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 SES模块负责通知CAN总线上的其他模块方向盘所处的位置。 这会影响转向系统的操作,悬架系统的变化,而最重要的是电子稳定性控制,ESC。 ESC无论在潮湿路面上还是在激进驾驶过程中,均可在所有驾驶条件下保持车辆稳定性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,具体取决于制造商,通信系统的类型,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 点,症状,U0126引擎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故障指示灯,Mail,亮起,Apps指示灯点亮,Track指示灯点亮,取决于制造商,ESP,ESC指示灯点亮,取决于制造商。 原因,通常,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,打开电源或SES模块接地,最常见。 在CAN总线加电路中断开,在CAN总线电路中断开,任一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,两个CAN总线电路中的对地短路,很少有故障的控制模块。 诊断和维修程序,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。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,并且从其他模块中检索到的唯一代码是U0126,请尝试访问转向角系统模块。 如果可以从SES模块访问代码,则U0126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。 如果无法访问SES模块的代码,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126代码处于活动状态,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 最常见的故障是断电或接地。 检查为该车辆的SES模块加电的所有保险丝。 检查SES模块的所有接地。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,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 如有必要,请取下它们,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,水溶液清洗一下,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。 如果进行了维修,请从内存中清除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U0126代码是否返回,或者是否能够与SES模块通信。 如果代码未返回或通信重新建立,则保险丝,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如果代码返回,请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Can-C总线通信连接,最重要的是找到SES模块连接器。 在拔下LAS控制模块上的连接器之前,请断开电池复级电缆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。 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图上游知。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至SES模块之前,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,DVAM,验证SES模块的电源和接地。 可以访问接线图,并确定主要电源和接地进入SES模块的位置。 在继续操作之前,请重新连接电池,而SES模块仍处于断开状态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SES模块连接器中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,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 如果不确定,电池复级始终可用。 您会看到电池电压读书。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B加,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 再一次,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 如果不是,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 接下来,检查两个通信电路。 找到Can-C加或HSCAN加电路和Can-C或HSCAN电路。 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,将红色引线连接到Can-C加。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,您应该会看到约2.6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。 接下来,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-C电路。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2.4伏,并且会稍微波动。 其他制造商显示的Can-C电压约为0.5伏,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。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。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,或者您无法清除U0126故障代码,则剩下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寻求训练有素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,因为这将表明SAS模块发生了故障。 这些SAS模块中的大多数必须以针对车辆进行编程或校准,以便正确安装。 这些SAS模块竟然 read.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